埃及軍方說,埃及和利比亞戰機 星期一對利比亞東部的伊斯蘭各組織目標發動空襲 以此報復伊斯蘭各組織激進分子將在利比亞綁架的21名 埃及科保特基督徒斬首 伊斯蘭各組織公布顯示屠殺行徑的視頻幾個小時後 埃及發動了針對激進分子訓練型和武器庫的空襲 埃及總統塞西較早前發表電視說,誓言對斬收事件作出回應 並將這次屠殺清作可恥的恐怖主義行為 塞西星期一與法國總統奧朗德進行了電話交談 奧朗德辦公室說,兩位領導人討論了聯合國安理會採取新行動 應對伊斯蘭各組織威脅的重要性 一位與法國人討論了聯合國安理會 也來 remove 是要說的 能夠